偷到垃圾再添一桩 不只丢大型床垫 瓶罐等家庭垃圾 还有工程 警示灯 木板等工业废弃物 新竹县尖石乡 马胎古道附近的山谷 遭人大量偷到废弃物 沿着山壁深达四五十公尺 就怕下雨清幽的山谷变成垃圾河流 一带一带的垃圾就出现在山谷里 大型床垫还有垃圾卡在树枝上 尖石竹五十九线三点五K处 马胎古道附近被乱到废弃物 网路上讯息一PO出群起积分 建箱的部分我们几乎的话 垃圾部分大部分都有到 但是就是这边的部分的话 像这边会有有时候可能是外面的 可能是工程的那个废弃物 或是说可能日记月累的那个什么 民众的垃圾可能 所以往往这边直接丢这样子 家兴国小一兴分校附近边坡出现 大量废弃物 食物包装酒瓶宝特瓶等家庭垃圾 还有工程警示灯木板等工业废弃物 气质点地势高山壁陡峭 深达四五十公尺 就怕下雨废弃物沿着山谷变成垃圾河流 忽然还被偷到持量撞凹 消防所接获民众通报后 会刊评估边坡陡峻难以进行清除作业 已经向环保局申请经费 将派人用大型吊挂机来处理 工有地的话 那我们就是说已经跟环保局的部分 来做这个经费上面的一个请求 我们所内的话就是针对监视器的部分 希望在明年度一百一十二年的部分 能够针对偏僻的地区 或者是容易乱丢垃圾的部分 来加以架设 我想说能够找到这个行为者予以开罚 由于当地没有监视器 加上丢弃深山里 追查不向偷盗者南上加南 工所明年将针对偷盗热点路段 增设监视器杜绝外风 来保护国土 还给监视干净的山谷